当然也可以全打开的那种是需要开锁的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啊 或者什么的安全 哈喽大家好 我是One Move Group 英商首都集团的妮可 今天呢会是一个收房视频 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在18年的时候 通过我们公司 因为她本人在海外 然后没有办法来到英国 所以呢从她开始想要找房源 然后看房下定到后边的交换合同 然后付款以及收房等等呢 她就全线的都委托给我们公司 帮她来做这个整个流程的操作 那整个流程呢非常的顺利 那现在呢几年过去了 开发商呢也如期的按时把这个房子交工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过来帮客户呢 好好的看一下这个房子 那客户呢对我们是非常的信任啊 他很相信我们的专业度 所以呢我们更不可能辜负客户 一定要帮客户今天呢 好好的严格的来把关一下 看看开发商这一边 他的收房是不是有跟当时订房的标准是一样的 有没有瑕疵 我们来挑肥减瘦一下 看到这个是他的一个launch会客区 我们看到他整个所有的那一桌呢 都是走的这一桌 比较奢华的现代风 然后和他当时的设计图的规格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呢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啊 或者是商业和伙伴啊就可以 然后这个只是对所有的住户提供 外面的人是可以进来的 那从前台呢 这个设设计呢和当时他的图纸上是一样的 他有加了有这种内装 就是这种石垢的装饰还是拿的高级的 然后走过来这边呢 也有这种装饰的镜子 这边他的臉都不是有大事的经验 好了 好了,那我现在呢就进到了这个工具的里面 这个面积呢有80m的方法左右 呃,是一个两个保养位,然后潮汐的工具 呃,两个卧室,再加入客厅的榜台呢,都是潮汐向的 被开之后的采放都非常的好 呃,最后的收房的标准呢,是机装修 所以,然后我们先进来看一下,从每个细节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跟当时进房到帝王的时候是同样的标准 那先看一下这个门 呃,他们当时是有规定的,会是这种现代感设计的 然后这种防抖的门 然后呢,五金的把手 然后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是有五道的 五道的,安全性很好 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膏眼 所以这个门是打标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旁边呢 这个是可视电话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这个Comfort cooling和heating的这个控制面板 然后这种开关呢,都是这种现代风格的 好,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一下看一下呢 他们当时的,呃,保重呢,会是这种,呃,LED的,呃,射灯 然后呢,我们刚才检测了一下,说的都是,呃,很好给工作的 然后这边呢,会是它的这个,这个空子宫领和heating的这个窗口 往上边多设计 或者是直接可以做 给拜扫的好了 仔细看过以后呢 它没有任何叶奏啊 或者是提提啊 或者得了一种问题 然后接下来看它的这个长脚线 长脚线的地板的接线 就是做得不错 再往下走呢 会是它的这个地板 我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我这有一支圆的笔 然后呢 给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各种的角度 我们看看它没有磨洞 那这种最简单的测试方式 如果要是有磨洞呢 就说明它的这个 地面是不一种 那我们再换一个位置 一身要动 我们再往这边走一下试试 不同的方向都是ok的 然后呢地板呢 当时呢 我们的客户选择是这种 圆后的地板 颜色呢就比较耐高耐高 然后也很好打 那么来 接下来呢 我过来看一下它的阳台 整个阳台的清理窗呢 也是这种双重的隔音玻璃 然后从底到底 跟它当时的品质 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整个它的 所有的接缝处 它做的都很好 没有任何裂缝 然后这个门锁呢 我们也有试验过了 都是可以用的板准 而且是推上锁的 然后它整个推压门 推动起来呢也非常方便 另外呢 从室内的墙到室外的墙 包括这个呢 它所有的接缝 我们都用自己检查都做得不错 然后到下面呢 它的地板和它门尾道的接面 还有它室外的这个食材 它整个所有的接缝呢 都是做得很好啊 然后两边呢 它有搭配两个这种地面的射灯 在户外的时候 晚上也有这种风亮的 然后呢 阳台呢 它用的也是这种食材的地面 它是一个半封闭式的这种阳台 叫Winter Garden 然后就怕下雨啊 或者下雪那边就在室外 那从阳台转过来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衣帽间相当于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呢是外面是有两个的那种干净的 然后打开里面呢 是安好的这个打灵灯 还有衣架 这空派还是很大的 到这边过来呢 就是它的开头上的厨房 然后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客户 夫妻选择的配色 跟当时它的那个对比图都是一样的 整个呢都是大理石台面和背板 颜色呢都是浅色系 然后我已经用无造化楼解 透过了它的整个台面呢 都不是光滑没有划痕 将来呢 用户住起来也会清理一下也很方便 然后呢 按照它们规定的三排这种插口 也都有安装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器 它的无造呢用的是米勒的品牌 然后它的烤箱用的是西门子 那再往这边走呢 接下来我们能看到它的洗碗机 用的是西门子 我们也都有做个test 都是很好用的 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内置冰箱用的是西门子的品牌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做的寿命书都在 那这边呢 双槽的洗菜盆 然后冷热水 另外呢 这边它的这个 TAP的品牌呢 也是和当时它订房的时候是同一个品牌 都没有问题 它的这个厨房的厨柜呢 是分两种 这边上边和下边呢 都是这种隐藏式的抽拉板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也都有做个测试 它的滑道啊 都是非常顺畅 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个呢 下面有装一个隐藏式的这种 分类的垃圾箱 将来呢 就帮助控制 很好用的管理 对 然后这边呢 上面呢 是有这种空置的这种 朝外的支柱架 可以做一些展示 好 那厨房检测了 就是好久的 没有问题 那绕过来收场呢 就是卧室区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客户 整个的收场标准呢 都是地毯加白桥 这个也是跟楼收场当时 规定的是一样的 我们的客户选择的 也是这种浅灰色的地毯 就是最好打理 然后它的质感呢 很很软 再往过来呢 我看一下它的硬件 就是它的窗 那也是这种通顶的大陆地窗 然后双层隔音玻璃 清理性很好 我们站在这儿呢 就是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它的这个品质呢 跟客厅的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也是可以上锁的 那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锁结构 它就是这个是这种半锁的 当然也可以全打开 但那种是需要开锁的 就是为了保证家里有小孩子啊 或者什么的安全 那这边呢 是它已经帮你把床的位置 其实已经设计出来了 两边呢 都有安装这个灯的开关 其实这个就等于说 这个房间呢 一共是有三处灯的开关 这个双人床呢 左边和右边各一个 然后都有这个插牌 包括接线口都要安装好 然后呢 总的这边呢 还有一个开关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控制面板 那过来这边呢 就是它的主卧 主卧和客户的区别的话 就是它的面积要比客户大一些 然后它有一个半部屋式的衣橱 和一个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那我们跟着镜头也过来看一眼 同样的这个清理窗 双层玻璃 然后它也是床头都有安装好 它的这个控制面板 然后电视位置 也就是帮您设立好了 那走过来呢 我们这边看一下它的这个半部式的衣橱 先打开这边看一下 它也是里面有设计好安装好的这个 呃 所有的衣架 还有包括它的鞋架都有 然后还有这个抽屉 这个呢 就可以放一些内衣啊 帽子啊等等 它的这个整个organization做得很好 那这边呢 它是装了这种穿衣镜的衣柜 然后打开里面呢 和刚才的是一样的 上面呢是有隔层 然后中间呢是有装这种感应灯 呃衣架包括鞋架 它都有给你装好 呃 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壁板呢 也是用啊这种专门的墙子给做好了 看着就是会比较的fancy一点 品质很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卧的卢生间 呃 两个卢生间呢 它们都是会装油这种通风系统 全屋呢 其实都有装这种ventilation 整个的全屋的通风系统 就即使说你在家不开窗的时候 它也是会有新鲜空气流露的 而且没有任何声音 这边做的很好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卢生间 我们看了一下子 它跟当时它的设计图纸在上面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样子 没有什么猫腻的感觉 然后我们先看这儿呢 是它有装这种墙壁的隐藏式的这种植物架 往下面它的马桶的规格 然后甚至它装卫生纸的这个小植物架呢 也都有给放好 全屋呢 用的都是这种贴面的瓷砖和地面砖 还有大理石贴面 往这边呢 它的化妆镜 它的这个水龙头 包括这个洗手台 都是按照它当时规定的规格 另外呢 下面呢 也有一个隐藏的这种收纳柜 那这个滑道啊 什么的都很顺畅 没有问题 再往这边过来呢 就是它的浴缸 这边呢 它有一个折叠的门 然后呢 它的这个 整个的墙面呢 用的都是这种大理石风格的瓷砖贴面 然后呢 这个的设计就还蛮好的 有一个隐藏式的这种淋浴头 它因为有两个 然后这个是旁边的小的可以抽出来的 那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它所有的这个接线处啊 和墙壁之间的这个缝隙 它都做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的瑕疵 那往上走呢 就是它的这个 另一个隐藏的置物架 包括一个射灯 它们也都给安装好 平常那些洗浴的东西呢 就可以藏在那边 再往上呢 就是它的这个 置顶的这种花伞 一共是两个花伞可以用 再绕过来呢 就是它有一个 两个这种搭毛巾 或者是浴袍的这个衣架 在旁边呢 就是一个 穿衣镜 都是和当时 楼树上的规格一样的 旁边还有一个 加热的毛巾架 那这个屋子的取暖呢 都会是低热取暖 那客位它的所有的标准呢 也成为主位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有拿它和当时的这个设计图对比 确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也有检查它所有的细节处 也是没有问题 那客位的隔壁呢 就是这个utility room 就是等于相当于它的功能 是所有的便器类的东西都会设置在里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 上面呢 是它的这个新风系统的机器 ventilation 然后下面呢 它的网络 它的电 所有的都在这边都已经一字排开 给安排的很好 然后旁边呢 西门子的洗衣机 是带空干功能的 所有的说明书也都在 然后再往上呢 是它的 moiler 它的 热水器 控制板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楼盘呢 它的名字叫做Western Gate 是在伦敦的一区 Edgewell Road 地铁站 五一分钟的位置 在本地呢 也是一个地标性的住宅建筑 它的周边呢 都是这种二级保护建筑 也就是说是不能动的 所以在这一个地块呢 其实这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做的全新的这种现代住宅 所以说如果您对这样的楼盘感兴趣呢 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先前的视频 多做一些了解 如果您要是人在海外 不方便来到英国 也想要去做这个地产投资 然后包括后续的出租和管理呢 您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都可以提供相样的服务 像我们这一套楼盘呢 现在交航了以后 我们会帮着客户去购置所有的家具 然后包括帮他去找租客 之后呢 我们也会帮他来做 整个出租过程中的管理 所以呢 其实您可以把整个海外制产 这个流程交给我们 您可以非常的放心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是英商首都集团的Niko 这边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楼盘 或者是对这一个项目感兴趣呢 可以跟我们留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